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1Q博士的環節 我世榮又和大家見面 在這裡會和大家說說看這麼多場博士 9場這麼多賽事 看看哪一場比較直播 和大家小著試一下連贏位置Q 無論是膽拖或是穿雲 希望大家都中的 還沒說之前記得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有四星龍珠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馬上帶大家看看今次有什麼精選 Q介紹給大家 在這場我和A3波仔 A3藍馬精選公司的節目 跟大家說過 這匹馬力街其實沒有證明過它不行 當然沒有證明它可以 不過這匹馬一千是嚴短的 那千二才適合 希斯特意等這麼久 操好這匹馬 帶上臉孤也是為了 讓這匹馬走勢集中一點 來到這個谷草去搏 如果不是它四班直路 海豚星贏那場已經報名了 那天又有泥地千二 是不是 那他都不報了 知道希斯特意找蝕恩 發刑起這匹馬 嘗試輸給血命紀之心 是抽個大外檔才不行 這次有機會贏馬 這些馬其實都挺厲害的 至於另外一匹 安田之寶波仔也介紹了 也知道這匹馬 之前對著浪漫勇士 在內蘭有少許虧了一個不利 所以這場它有一個一檔 如果場地正常 照正在三甲 至於有之星 這些大冷門 爬了百多天 都是粗號才出 如果要減分 一早就出了 所以都會 就是 放在這裏做配腳 那你不要介意它五十七倍 你有時位置Q 就算是搭發刑起 這些比較熱的馬也好 那有 熔天鵬的馬 經常勝下 都是一出就會變得好 所以 小心一些大冷砌 那四隻 我建議大家穿雲至少都買個位置Q 四連環都可以兼顧一下這些腳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如果喜歡這個節目 可以由手邊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另外也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節目為大家送上 明天還有like 和大家見面 到時千萬不要走開 多謝收看 拜拜